那現在呢 為什麼你知道他要去弄這個建重機車 要給一個公關公司去接專線嗎 我從他金獅子得到靈感 為什麼 因為這件事情本來是很單純 就是說文化中心前面有兩隻雄獅 這個金獅 被謝國良弄成金色了 好 那那什麼弄成金色的 那好 那到底為什麼呢 那為什麼要弄成金色的呢 結果呢 他們的一個文化局的一個科長出來說 這個叫做基底的保護塗層 這其實呢 這是一個養護的方式 後面還是會變成黑銅色 結果呢 有藝術家就跑過來去說 沒有塗金漆再補銅漆 用蠢工法啦 同事用化學藥劑加熱去做發射處理 真是讓人昏倒 然後去查整個故宮在保養 他們的一些銅絲的這個時候 發現確實是沒有用金漆這樣的一個步驟 簡言之啊 謝國良哥原本就覺得 金光閃閃 是一個非常吉祥如利 基隆要發大財 基隆要有金 這個五行運轉 這個基隆就會升黃金 但是被發現是說市民反應不佳嘛 他就 他這個科長就出來當眾說謊 搞到文資界都很生氣說 沒有這種工法 你就硬要瞎扯出一個這樣的一個工法出來 反而造成公關災難 如果謝國良就坦承說 有得標的公關公司 因為這樣子的話有很多民眾打電話會去問這個時候 這公關公司至少他會認真的去回覆 民眾問題不會像有一些公務員一樣會去做這些錯誤的公關示範這個發言 反而把這個失職的問題能弄得非常這個嚴重 但是謝國良他現在的話的策略就是說 他竟然就不出面不發言 因為他知道是說現在最困難的階段 就第二階段必須要到三萬份 兩個月內要到三萬份以上的話 一天至少穩定的五六百份的一個境界 所以謝國良就覺得反正我什麼就忍處理啦 就不回應啊不想話 一反常態 然後甚至電動機車還來個大放送 用這個方式要去鋪洗基隆市民的一個怒火 可是對基隆市民來講特別是這些發起人 都非常年輕都是一些學生 他們對謝國良的這個不滿 他過去以來累積來對基隆市政的一些缺失 已經到了難以忍受的一個程度 所以謝國良這種忍處於這一招 我不認為是說會完全都有效 最後還是要回歸看基隆市民的對於民主自由的意志 不過對於文化 文化的東西啊 如果你要把它修復 有一個基本原則 我想大家可能都聽過 要復救如救